新興病傳出重大進展 在中信金殺出強清後 台信金 新光金11號晚間 再度宣布要調高換股比例 12號一早開盤 三家金控股 沖上成交量前三名 新光金不漲反跌 以13.45元開出 兩分鐘爆賣10萬張 不到10點就湧入 逾30萬張成交量 股價最低跌至13.15元 新光金的一個股東 不見得會買單台信金的一個條件 有一些青睞於普通股 加上現金 看中信金會不會再提高收購價 原本一股新光金 可換0.6022股台信金 臨時董事會決意拉高價碼 來到0.6720股 另再加上特別股 要爭取股東支持 不過以9月11號收盤價計算 新光金每股換股價格 來到14.182元 中信金換算後 兩者出價不詳上下 傳出新光金董事 兩席反對 兩席保留 改革派總經理成光發話 幫人家或者自己當第一 是不一樣的 新光金隨後公告 只有兩席反對 但獨立董事徐永明出面批 審閱時間僅有40分鐘 實在不夠 台信金總經理林維俊也直言 中信金收購上未被核准 且開架空擾亂金融市場 剩下49% 股權收購價如何 仍舊不明 台信我們很明顯看到 它發動了什麼 輿論公司 真的同意信心幣 公開收購的時候 如果中信又收購到 足夠的籌碼 也不能排除 中信直接把信心并掉 雙龍牆豬火藥味越來越濃 如今台信拉稿聘金 中信金完成不見 就待9月24金管會 最終準博 強勁大戰 結局如何 也引發全民關注 記者李琴陳轩台北報導